五分局的对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双方的这个阵容 这边的话金卫方啊先介绍天灾吧现在这个必须要先介绍这个人 武生啊大救神是吧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救神这凡是玩了一个猴子 最近是很少会啊这个跟我们来对黑啊今天跑过来跟我们玩对黑了 然后这个光法是凯神啊小凯这边是pk4的牛头 然后大熊的女王书神的大鱼人 书神的大鱼人第一盘跟我 我们俩兄弟特别惨我第一盘玩了一个末日八杠十 然后他也是八杠十我们两个同时烧鬼 而金卫方这边的话呢这个拉比克是炮神 然后荒年的一个炼金术神 小飞的亚巴顿奥斯丁龙骑士 燕青大神这边是有一个府王 啊我们这个进入录视频的节奏肯定要呃专业一点让大家更能这个认识每一个人啊都是谁 中路龙骑打女王 我虽然现在这个对线啊有点着急但是对于英雄的理解还是很到位的 龙骑打女王就是小猎 四六开 哎第一个喷火喷瞎了 这龙骑打女王不是会特别烈的 因为他补一个刀就平了 像美拉比克啊打上一个鱼人应该是炼金无解肥的节奏 而上面的府王非常凶 这是一个套路啊亚巴顿上一个府王 二打三 牛头光法猴子 也是一个比较套路的这个配合 这些武器都不强 哎呃 哦没耍人 这一盘打架的话感觉还是天灾坊这边 强一点啊 毕竟控制多 就是线上比较弱 鱼人这边比较弱 然后上路的话吃等级 中路女王的话应该是比较强 游戏2-0啊女王是五杠6-4 7-4啊不到非常稳 好这边牛头是绕到了中路想封住龙旗 封住的话有机会那这样的话你我给上一个减速 应该是肯定可以封住 除非这个PK4喝了假酒啊这样的话龙旗是肯定死了 女王不令可 然后第二个独标应该是马上就好 好逼过来啊再一个独标拿到医血 这一波牛头的游走也是比较到位 这边是有一个禁运方的线上演 抢服啊两个人在抢服 我觉得亚巴顿还是冷静一点啊 因为女王这英雄逼得很远 拼得太凶的话女王可以逼过来给毒标的 这边女王是往上走了 我去牛头一个F抢了一个恢复 抢 诶 书神 这 这边书神大鱼人被丢到了坡上 这个一看就要被丢上去了 这个很明显啊 这个 这有点尴尬啊 这个 只能在上面聊天了 看上面猴子猴子6-1 猴子其实也不是很舒服啊 因为上面他们的等级很低 如果光法用推波的话呢 这个兵线就过去了 所以说怎么样 这个猴子都不会特别舒服 但是一定要 我觉得还是要放波 不放波 这父王一会无敌了 这边是变了个鸟啊 有点让GP 这边没有视野 他这边是吃树啊 怕拉比克再再开手 就可以记了 王10-1 上面是不是比较惨 中路的话9-0 你看啊 龙骑之英雄是不会被压太惨的 即便他被击杀了一次 他的补刀术只落后了三个 当然这也是他本身的这个对线能力比较强 小布丁 敌方奥斯丁大神 我方小布丁 萌萌的 上面猴子是有800块的存款 哎呀 王想出什么装备啊 王买了一个350 可能要先出绿鞋 牛头是非常的积极 我觉得牛头这英雄 不管什么英雄吧 你看上路 他觉得上路没有什么机会 然后他就不去三个人分经验了 因为三个人分经验 再杀不了对面 是很蠢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这边找机会游走 然后让女王无解肥 然后给龙溪压力 让龙溪就完全不敢下坡 然后这边的服务一空 上路一空一个赏金服 好 感觉可以吃了 这会给女王留吗 这没有必要 肯定要吃了 吃了吃了 哎 不好意思啊 这边露个人头 是 虎王配合亚巴顿杀了猴子 应该是猴子上去补刀的时候 被虎王一个猴直接转死了 然后亚巴顿给了一手地 这边又是一个风落 这样的话龙溪应该又死了 但是加了一个盾 又一口奶 我及时 强杀吗 强杀吗 吃树 吃树 nice 吃出来了 但是一个F还是带走了 这样的话牛头吃树绕走了 nice 上面验星大神是单杀掉了光法 这一波PKS很机智 但是 能不能送掉野 能不能送掉 漂亮 这边一个地势收掉了牛头 这边两边的这个 发挥都是非常的不错 龙溪啊 最开始吃树绕树林 然后牛头杀了他 吃树啊 牛头绕出来 亚巴顿这边是 感觉到他要送野 因为他肯定买了遗产要送野 这个时候一个地收掉 亚巴顿这一波雪赚啊 已经是四级半了 龙袭才五级 差一点 对盘 舒胜混的也还不错 舒胜是有十个补刀 然后马上 已经五级了 GA五解肥 主贪婪 五分钟 身上1800的存款 好 拉皮克给一个Z 这边是牛头TP过来 支援 想反杀拉皮克 但我觉得杀不掉 炼金是窑啊 这肯定杀不死 一级的窑 因为这个炼金是主发育的 五级的龙旗 六级的女王 女王这波应该是有大招吧 但是他没有什么状态了 应该等个服 好 这边是防护住这个猴子 猴子先买了一个瓶 五级的防啊 非常的凶 因为上面的光法也是没有什么爆发力 他只能是跟防啊 两个人 哎 其实我觉得 主要这个猴子是九神 如果这猴子换一个人玩 哎 这边是 哎呦 这个人品有点差 好 要不要一个地收掉 我只能说啊 这个猴子人品太差了 他一个地幻象都在一起 啊 怎么掉下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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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听 能听我说话吗 雪崩 好 我这边卡了一下 问题不大 这边我又连了回来 这边 放波 我去卡了一下 这边牛头是 配合女王又杀掉了龙骑士 防这边冲塔 防上头了 这样防应该要死了 哎 防这个位置 要不就要套子 很关键 又一口奶 一个普攻收掉 我去 这打得非常的凶 这边牛头又过来了 一个F 就还能听 我底下 这帽子 要 把 这帽子 等下 Business 插 我 咱 我用手机看一下我这个直播是不是掉了 女王7级无解肥 TP的上路啊 先找一个节奏 不是是那个 光法 我先看一下我直播是不是掉了 哦 你们能看到直播 但是我看不到你们的评论了 可以可以可以 那问题不大 这边人一脚踩女王避过来 一个应该有大招啊 不用大 这边炼金只有五级 炼金死的时候身是两千六 很伤这一波 但是还好 这边府王是想强杀猴子 牛头又过来 牛头这一盘呢 有走非常的到位 一个F 猴子回头一个T应该可以收掉了 nice 这盘牛头前期绝对是MVP啊 不多说了 哪里都有他 每一波都有他 特别的烦 这龙旗轻轰到了七级 女王 女王现在是八级 攻塔也是快被龙旗给消耗掉了 这盘还是要看炼金了 炼金这盘看他的装备 什么时候 有收到辉药 不过荒田这个炼金他还是玩的非常多的 他每一盘都是主三技能 主刷钱 主刷这个辉药的 这个车应该漏了 都补不到了 哎 应该补得到 这个车刚好A出来一下 如果卡一个弹道的这个间隔就补不到了 这边鱼人 七级来的下落 女王也来的下落 这部女王肯定有大招 腰踩变身 啊 变 还是在死 直接秒掉 炼金现在又是阵亡了一次 身上只有3000块存款 但是即便他再死的话 13分钟应该也会有灰药 尤其34个刀 也是发育了起来 猴子是比较惨 加腿 加腿瓶子 王这一盘还是要先把跳刀给拿出来 跳刀也是非常的关键 哎 光法一个拨 其实上路他们正确的打法是 怎么说呢 就是光法放拨 猴子放铁 前面就是先把等级给混起来 能补到的刀就给猴子补 补不到的刀呢就让光法去拨 因为猴子肯定是没法捕刀的 一个斧王一个亚巴顿 请让这个猴子去捕刀 基本不现实 只能被斧王各种压 还不如 就是一直消耗 你放波 然后他放T 好 这边是拉比克偷了一个 伤害加身 牛头一个F 可以回头C一下 但估计还是得死 牛头绕过来 五级撑牛 龙旗变龙一个T 但是运游一脚踩带走 拉比克 踩到两个 又一点灯 牛头一个大招升级了 这样的话龙旗也要死 龙旗魔棒一尸 想跑 这个鱼人没有来了 还可以还可以 这龙旗差一点就躺死 我觉得他们这一盘 跟我在的时候不一样 我跟他们一起打了两盘 已经被嘴了两盘了 我们的两盘的阵容 跟这一盘完全不一样 主要是多了一个牛头 多了一个有走的牛 我特别的不服 女王 女王 这边是赶过来 收掉这个富王 亚巴顿已经六级了 亚巴顿应该杀不掉了 不要追了不要追了 再追也杀不死了 六级 练连金是马上三千八 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上一盘 我们家的阵容太差了 然后我一开局跟他们说 不要选狮王 这个我必须 我必须再说一下 然后九神说 哎这个阵容不好打 想说狮王跟神灵续下 然后九神说双子龙也不错 但是 但是 以我对我九神的了解啊 是吧 他的心里面还是想要选狮王的 哎这个 那我就没办法了 只能点了一下狮王 然后最后还输了 哎这时候只能点一个人 压力有点大 哎猴子是买装备了 应该是天鹰界吧 买了个两千一 这是女王的两千一 炼金是买出了自己的三千八 应该是哎三级的 看来 应该是两级的三物 看来是两级三物吗 两级三物 三级三来两级三物 还有两级的摇影 哎一级摇一级大招 往这边的吼柱光法应该可以斩了 这边带走光法 一千九百块 这边王是很关键啊 这个人头 收了就马上跳了 书神这边很凶很凶 书神就是要单杀 书神要单杀了 好死了 这肯定死了 他一级的摇 哎但是亚巴顿来了 这个亚巴顿很关键啊 这本亚巴顿跟牛头前期的发挥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每一波啊都有这个亚巴顿 每一波都有老牛 这老牛这盘非常贱 我在对面很不太喜欢见到这样的牛 我喜欢那种萌牛 跨鸡打野的牛 然后又蹬不住人的那种 上塔应该是要被推掉了 开着手浮纹 有人TP 猴子踢下来 牛头是被抓住了 这边府王是有跳刀 猴柱会不会转一个F 牛头加速应该死不掉 这边看一下龙琪 龙琪应该也死不掉 塔是被光法给反掉 但是 但是这边女王是绕后了 女王这一波看怎么切入 啊 府王还在冲 猴柱 猴子可以直接被斩NICE 还要追吗 还要追Z起来啊 杀这个光法 牛头一个板又是断了一手 很关键 但是 龙琪后面被女王给截掉了 府王还在追啊 中了一个法律游师 已经没有蓝了 一点蓝没有 这一波感觉他们要崩 哎一个F一个大招有没有 好像不需要了 牛头一个F又是一个F 真是贱啊 又有他 亚巴顿的话有300蓝 女王啊杀不掉了 亚巴顿应该杀不掉了 哎不一定 牛头肯定是说 我我还有F 能不能封住 能不能封住 应该封不住了 应该封不住了 哇 差平 这个我必须要吐槽一下了 你这个封路我不服 这个封路我必须要吐槽一下 这个封路 我 前面 无限 吹PK4 突然这一个封路 把我的脸打得有点疼 拉比克 啊不是我以为拉比克掏了一个无光之盾 好像是跳刀 应该要准备搞一波雾 蹲龙旗 或者是 找一波 找一波机会啊去干个 猴子这盘并不肥 但是猴子这英雄发育很快 他带个不刀服啊 打打野去对线 很快就散失了 当然炼金的英雄也是 14分钟回了加上一千块钱 不过女王是无解肥 其实女王这盘肥了是很好发挥的 女王好像 还好 女王这盘还好 因为天面呢 现在没有什么装备 爆发不高 好的五人开了一波雾 大鱼人挑刀 这一盘大鱼人很稳啊 我跟你们讲 这我真的是不服 我玩那盘 书神也是大鱼人 诶 这边是遭遇了 鱼人一脚跳踩 踩到两个龙旗 回头 鱼人要先被秒 方法一手扑 鱼人直接被秒掉 女王双倍身符 方中立法力流失 我必须要再吐槽一下 因为我玩那盘 书神的大鱼人是 20分钟才有跳 这个盘 前期各种逮人 然后十几分钟就跳了 这让我严重不服 好 这边是近卫方一波 反扑四人 开悟 没有带炼金 炼金还是在刷 这边是遭遇了 能不能 啊 吼住了 吼住了 给上一手 替喷火 那一次斩掉 那这一波的话 是抓掉了一个最肥的女王 很关键 刚才方跳舞去发了个他 又开了一波舞 节奏非常的快 光法在这边放波 继续去也去找人 要先做演对吧 没有演 没有演的就是找人 找到一个老牛 老牛1300块 哎哎哎 没有去找牛 去找了猴子 拉比克一个F把自己封住了 能不能再到自己不着 一口喷火 这边猴子一个地 鱼人跳踩 要把盾赶过来 夹个套子 拉比克一个X 收掉这个猴子 练金也赶过来 这一波的话 是抓到了猴子 还可以 nice 利用变身啊 躲掉了这个自暴的晕眩 可以啊小伙子 这盘打的也是比较激情啊 因为这一盘 呃 敬畏方其实是不是特别能干架的阵容 主要他们打的凶 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要看这个人分人 不能光看阵容 他们这个阵容 你看亚巴顿 王 有个炼金还在一直在刷 他们四个就是一直在干 有机会继续干 这边牛头也是在刷跳刀 哦 龙齐是 应该买装备了吧 龙齐要出战果啊 这边龙齐有点崩 他买了一个四百五应该是他的 那个法式上袍 猴子看一下 猴子是买了一个法式上袍 应该也是要直接出散尸 龙齐控雷回复神符来下路刷钱 王收了一个大人头 买了一个魔力法杖 准备出推推 街舞解肥 再出换阴符 马上单刀 街这英雄刷血真的是太快了 根本挡不住 吃树吃开 这边也应该是没有刷疯了 我在这边疯狂的刷阳谷 小飞这个人 他玩一些剑的英雄 玩的非常到位很贱 牛头一千六百块 女王是买了一个体验球 可能要先出林肯 我感觉他应该不会出羊肛 他肯定要出林肯保密 你对面杀他的话呢 就一手龙齐一个炼金 被腐王吼住的话 没有什么办法 或者被拉比克 感觉还是这个出林肯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出林肯 出羊刀太容易死了 好 这边这位方一波下落的推荐 强拆 有个亚八顿套子 你给我发随便拨 哎 跳过来吼住光法 这样的话 再转一下就可以斩了 有没有转 转了 斩掉 云人一脚跳踩 我许龙西跑得非常快 云人跳走了 好像是走过来这个踩的 这个OP的小地图 有的时候还看不清 牛头已经是跳刀 牛头说挨狗买个物 我许他自己买个物 如果是我肯定要队友买了 因为他这个蓝太少了 一共就三百六的蓝 再卖一个树枝 更没什么蓝了 本来蓝就不多 如果打架之前先放一个F 然后再有三连就不够了 还有没有魔棒 一波开卧 这波牛头的第一波跳刀有八截 这波要打 女王有大招 看一下这波是怎么打 光法放波 斩一个跳好 好住一个光法 自己可能要直接交了 女王逼过来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斩王 如果这波能安全撤退的话 其实并不亏 但是鱼人还在留 nice一个盲跳 准备到机制 亚巴顿想救他吗 不准备救了 还是要救还是要救 光法又是一个波 牛头一个F 这样的话DP 肯定死了 不但他自要死 连这个亚巴顿也要死 我感觉不该救的 这波不该救 这波鱼人立功了 这波如果这个鱼人没有忙 跳这一波的话 肯定要就 这波血亏 虽然杀了一个富王 但是一点都不赚 他们有个隐患 你会是这个兄弟 这兄弟马上换远符了 这兄弟马上换远符了 连接二十分钟 差不多就换远符了 还有三十秒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二十秒刷出一千块钱 应该不够 应该刷不了一千了 应该要二十分钟多那么一丢丢就有了 多几十秒 加几百块 兄弟你不要骗自己了 这里吃树吃不开的 要吃两个 当初我也吃过一次 我以为自己胖没有吃出去 其实不是 其实那个树要吃两块才吃出去 诶 多了十秒钟 炼金的刷钱速度也太快了 二十多 三十秒 刷了一千块钱 而且这个线还不是特别多 看一下女王的装备啊 女王在哪里 女王真出了一把羊刀 但是他逼到了炼金脸上 不过炼金他只有一级的摇 对不 如果炼金是满级摇的话 他可能要死了 我感觉羊刀这一盘真的很关键 我跟人感觉不是特别的关键 可以第二件的 没有亚巴盾 他羊的那个人也可以一个T 把那个盾给解了 除非这羊亚巴盾 这班佛王推的棒 哎 哎 哎 我感觉佛王这盘出镇甲会不好一点 这佛王智商有问题啊 这个大家见笑了 佛王从另一个坡上 跳到了另一个坡上 我有点醉 好 这边建议方又是一波推荐 光法在放波 炼金的幻音符加上一千块钱好像 我们看一下炼金的钱 好 炼金没有钱 买了装备了 没有啊 没有钱 炼金这些幻音符 这个塔是被龙骑士给推掉 推掉之后的龙骑又来到中路刷钱 这盘龙骑确实比较重 所以说他只能再刷一会儿 龙骑差一个锤子 就BKP了 天天方五人开悟 留住一个拉比克 留住两个 还可以 还有一个亚巴顿也死了 这个要反打 要反打 反打可能要出事 两个人相互就有加个套子 牛头一个跳大 龙骑一个反手 踢一口喷火 鱼人一脚跳踩 亚巴顿有没有技能 没有一个波带走 这样的话 鱼人 鱼人还在追 鱼人还在追 尤其有没有剃 牛头一个板收掉 那这一波的话 军方可能要灭了 诶 女王应该追不死了 追不死了 必走 还可以 这波天天方是打了一个零换三 啊 灰药是烫死了猴子 灰药又烫死了牛头 这一波炼金起飞了 幻象Double Kill 幻象双刷 还终结了一个主宰比赛 大爆Q 毕竟跌生 还是屌 这个 这个幻象立功了 直接起飞 炮神拉比飞 是比较惨 我觉得炮神这盘要吐槽 等一下 你说一个作为一个酱油 怎么能能弄出 那么奢侈买一个空灵挂剑呢 你就算要武装自己 也应该是这个 霍儿 对不对 应该要买一个这个霍儿 你不能买挂剑 这我一定要给他插瓶 一看就一看就不是一个安心的酱油 安心的酱油 就会买一个武装自己的霍儿 哎 这边女王逼过来 他也逼到佛王脸上 女王卖装备要出一张吗 哎 一手羊刀 有大招吗 有大招可以单杀 没有大招算了 没有大 有大的话可以把这个佛王单杀掉 这边余人是在做推推棒 做一个三后位余人 就不准备出很刚的装备了 就是跳踩 推走 点个灯 等技能cd 再跳踩 点个灯 推走 非常有用的 这边猴子也是做出了自己的散尸 这边九十人被针对了 而且他们上路 他们这个前面策略不对 还是要放波 消耗猴子放剃 攻法放波 要有一种 老子打不到钱也不让你们打好的 一定要损人不利己才行 要不然真的是发育不起来 府王现在有点崩了 他现在很脆 王现在只有一千一的血 而且 也没有认甲 炼金马上龙心 好 建议方四人 四人开悟 没有在龙七室 龙七应该是马上BKB 家里有个锤子 你有个锤子有 我这个位置 看佛王了 龙七这个地方是被先手了 防一个反手 我去龙七没有死掉 这波很混乱 牛头应该要被秒了 女王一个大招 都残血 但是女王自己危险 女王是直接被秒 这波要灭了 这波要灭了 炼金这波打完的时候已经龙心了 猴子低了一下 光法是回头放个波 龙七一手 铁猴子也是被带走 龙七双杀 这边的话 鱼人还好没有死掉 但是 呃 光法应该走 应该走不掉了 一口喷火 吹爆Q 这个人头一定要抢 因为三杀在这个 很想赢对黑局的时候呢 是非常有士气的 长士气 这个台阶 阶是已经拿到了自己的龙心 我觉得这样才对嘛 虽然我也想这个 看到天台方他们赢 但是其实我也不想他们赢 因为我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输了 这样他们一赢 就显得是不是 哎 少男怪一走就赢了 这样我其实有的时候不平衡啊 当然是开玩笑的 哈哈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但我其实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 哎 这边鱼人上了一个点亮灯 炼金 这个龙心了 已经打不死了 开个玩笑 也没有 也没有这么附黑的啊 这边龙骑 不是这个牛头一手封路 Ga被封死了 王跳好 吼到了猴子 龙骑一口喷火 战斗猴子直接被秒 炼金现在非常的肉 他有龙心 不是前面的这个Ga了 像我说的女王 现在你看他非常的脆 他只有一个羊刀 他虽然这个羊刀能先手羊 但是他本身很脆 晕着跳彩 拉比克是被封住 防御跳 好nice 吼住两人 龙骑直接 秒掉了这个牛头跟鱼人 然后女王收掉了拉比克 这两拨打的也是比较激烈啊 龙骑买了一个短棍 你是要出紫苑吗 紫苑龙骑 龙骑中的紫苑龙 好 防御一个跳好 这盘防御跳好 上往我可以 死去 型猛猛粑 但是自己有危险 还能不能踢到就死 哎 躲了个视野 还是被译到了 哇 这防罪了 这一波他怎么可能在里面呢 炼金都溢出来了 你是 他这把自己都骗了 炼金都摇到了那个 摇到了女王 他还跳到那里面 防智商确实低 但是防这几波跳后很关键 刚才这边杀拉比克的时候 直接一个反手 好住了鱼人跟牛头 造成了一波反杀 这边鱼人一脚跳踩 踩着龙骑士 猴子是一个T消耗一下 但是龙骑也很肉 散尸一手 打不动 牛头不知道有大招没有 我们看一下 牛头现在是有大招的 链接一个人拆 龙骑现在快死了 鸭巴盾没有蓝 光法放了一个B 牛头跳E 点灯加法律流失 猴子又是消耗 但猴子根本不掉血 很淡定就走了 猴子就走 这个B装完了就跑 开个欢迎斧 顿后 操作一下 这样的话 也是28分钟 天灯方也是被反破一路 我觉得这个女王 不像是雄身的风格 雄身一般 不会这样出装的 肯定是A杖BKB 然后转那个物理输出 而且A杖加BKB 可以正面轮 大招CD也快 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杨刀其实 不是很关键 这一盘啊 因为他们家有鱼人 有牛头 这样是亚巴盾 能解一手杨刀 最后这个杨刀 其实不关键 自己又脆 以他平时的风格 应该是要 真的要出一张BKB详袭 好 这边是抓住了龙骑士 但龙骑这边有BKB 牛头一个大招交了 但是肯定死不了 这边拉比克 是直接被女王给秒掉 龙骑开启BKB在刚 但是被点了灯很脆 后面女王是被练军 跟那个斧王收掉 正面团已经打不过了 亚巴盾赶过来 一奶就奶回来了 这边练军在追光法 一个F救一手 但是把光法封得死死的 没办法 这也是死马当做红马一了 救一手还能不能救 救不到也就算了 现在问题就是 猴子现在装备要起飞了 因为女王是刚不了正面的 女王是在出BKB 羊刀加BKB 即便女王出到BKB 正面团也没法打 被斧王吼住就死 龙骑踢到就死 炼金这边出了跳刀 幻影斧躲了一手 能摇出来吗 摇出来了 这边斧王是吼住的鱼人 牛头直接被秒 这边鱼人被点了灯 也跳不出来 推了一手斧王 还在追 鱼人还是不要追了吧 堪比夜魔 这出神还是机智 但是还是又被点了个灯 又是一脚跳伞 TP 这一波操作我给10分 别死 nice 这一波操作 必须给个10分 而且这一波的 这一波 书生的操作很贱啊 他这个操作 这波很到位 但是他这个举动 是做死的举动 他回头点了个灯 再跳走 差一点就跳不走了 这种要是没带走 原因叫财 但没办法了 也需要 不过要积极了 打不过了 天资方打出了积极 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的 我们另一盘啊 又是已经开始了 这盘那个双方的英雄 不在这个人 我就不介绍了 双方都是大神啊 然后一个更大的神在欧毕 欧毕欧毕神 看一下双方的阵容 天资方这边的话呢 是风行 沙王 巨魔 开个玩笑 你们不要当真了 吹个逼嘛 是吧 这边一个 冰龙 我这样介绍吧 初神的一个风行 然后 大神的冰龙 小凯的沙王 九神的一个赏击猎人 这边是PK4的巨魔战将 小飞的沉默术 是奥斯丁小小 炮神的一个CG 这边燕青大神 是一个燕青大神的蓝 荒年的 荒年的这个神灵 有一句说一句 这个荒年的神灵 确实玩得好啊 他这个神灵打了好多盘 这个真的是典型的敌方神灵 这盘我们多给他试角 上一盘虽然输了 但是前面 我讲道理 PK4那个牛头真的很到位 还有军队方这个亚巴顿 都是很到位的 然后打到中期的话 双方都是发挥的比较不错 好 这边 冰龙是一级过来压一下小小 就是这一波亏了 这一波亏了 虽然小小被打了一顿 但是冰线已经是被推过来了 树神的风行是一个中单 下面双酱油保神灵 神灵是裸鞋出门 这样的话神灵差不多六分钟 六分半吧 就会有一个PK 上面巨魔单发条 巨魔单发条的话 其实发条不会 不是单 有一个杀王 冰龙在保 发条不太容易死 小小打风行 肯定是风行优势 但不会特别惨 这边是反了一个风野的眼 两位都是插在同一个位置的这个线眼 中路对线这个线眼是非常的关键的 像风行这种英雄 他本来很强势 但如果没有线眼的话呢 他不从低波点高波 他的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说这个线眼一定要给某些英雄补上 要不然他就发挥不出自己的优势 以后有什么兵一盾 比如说你中路是一个活女 或者是一个老鹿 哪怕是很穷的出门 如果有一个线眼 也是很好打的 但是如果没有线眼 人家走高波 把兵拉上来 你就不敢上去 那个刀你就没办法了 但是有眼就可以疯狂的打他 这边冲到了 二塔也太过分了 这边是粉药道时间了 这我大九神回头一刀 一刀有没有 回头一刀 两刀带走 没有 莱恩也是扛了两下塔 比较稳 比较稳 先混间再说 风行十三杠几 风行的绝对优势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回头一刀 然后就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莱恩给我一首刺 即便我有可能会死 但是莱恩肯定要被塔给砸死 这边炮神很机智 拉了一波野 然后来混经验 混经验到位 冰龙两级带来一张TP 随时准备救人 刚才九神肯定说 我靠下路冲二塔了 再让TP冰龙 马上买一张TP 别怕下次被干我马上能踢 拿下一个V 手兵 平都在手 双方都是没有合到眼的 这个眼没有排到吗 我觉得这个眼肯定是 哎 小飞插的 不可选啊 按理说应该是 燕青大神插的这个眼 因为 这个燕青他不怎么玩辅助啊 这个眼是最容易反的眼了 没有质疑 因为他能封这个眼 能封这个眼 封双眼 只有这一个眼 能封双眼 所以说按理说应该的绝对是可以的 这边绕后了 小小 哎 哎 这不是失误了 要丢丢丢丢丢丢丢 丢起来 但是沙王在后面 一个刺 这个刺 我真的是 但是扬住了 风行死不掉 风行还有瓶 小小也有危险 小小也有危险 小小不准备跑了 刚了 风行是大药一吃 风不一开 一个普攻 一个强力机 啊秒兽了但无所谓 还是能再追上一个普攻 还再来一个普攻 nice 反杀两人 这一波游走 简直雪崩 下落哈斯卡是无解肥 哈斯卡已经是买是一个这个 马上 六分钟还是有披章 特别肥 有一句说一句啊 这两天我打路人排到尸城 毕竟 毕竟厉害了 毕竟厉害了 冰 NICE 你对了 准备 准备 在打扰 敲踪 无论 这迹竟厉害了 但从这迹竟厉害了 这么多 不敢 定义害了 都性格 这反弱 好 没 但是 这一波游走,小小游崩了,小车本来就不顺 小车说你们太过分了 硬生是把我游崩了 这边还是要看神灵的发挥 鸟是不是买了一个地藏卷肘 买了地藏卷肘 在家里 上面是有睁眼的 那这样的话有粉 这边还是要看神灵的发挥 哦,没有刺到 买了一个绿鞋,撒了把粉 撒到了,但是赏金在下面 TP能不能扬住 能不能扬住 我去 90灵性 TP到了一塔 继续混金燕 风行是五分钟相位加瓶子 这样的话小小已经是打不过了 小小卸瓶 非常的灵性 这波我就是要混金燕 我 我进攻力不那么强 但我就是要混 不会来杀我 这样的赏金很贱的 他马上六级了 一会七分钟 就有个六级 然后来到处标记 起飞 冰龙这边是来蹲一下 小小一个V来收一下兵 降力机 上路有一个赏金符 下面幻象师被沉默给控掉 小飞他这个将有打得非常到位 他可以 哪里揍他 上一盘也是 然后这盘也是 空服 杀王四级 身上七百个存款 军魔是买了一个这个 军魔还是准备裸出一个 这个吸血 支配头盔 如果发条混得也很好 发条已经六级了 十四个刀 想杀 我觉得还是不要 你们两个根本打不过他 这两个冲上来 有兵的话是打不过发条的 把朵霞撼在一起 我爱你 什么 我做 有兵的话 军魔是 今天的 军魔是 他 里面 有兵吧 已经一路 给了兵 这些小伙子都在攻击了 这一波就5级了 1100的存款 12分钟左右 应该是我跳到 这边发生出来了 狗猪 我去炮神这个狗很强 沉默给上一个T 强力机 我去小小在小小在梦游啊 小小被一个强力机射死了 这小小就是老子要混个经验 我要混混那个助攻钱 自己混死了 神灵是已经毕章 下塔肯定要拔了 开了符文 切毕章 有人TP 5级的杀王 直接秒掉了吗 好的秒掉了 但是临死刺到了赏金 赏金也是直接死掉 这波并不是很亏 这波杀王血赚 赏金应该也不亏 刚才应该是到6了 现在赏金几节 赏金好像是6级 这样看不清楚 这边神墨也是5级 埋了对眼 小小7级 这盘小小有点疯 然后第一波游走 第一波游走太失败了 不但没有杀掉风行 还给风行送两个人头 下路加速 这两波不遇见 不如其它人过去 晃高 这种重大小的曹石 这波游被打死了 音乐 我下场露出移动 一波楼 他的独特 在攻击 一波小小的野 洞 有没有杀 市场露出移动 货席 你把冒兵攻冒出了 这小地图我确实也看不清楚 风行是买了一个魔力法杖 估计要先出一个对对棒 先保证自己被自己勾了 不会直接死掉 裸威杖是不太靠谱的 这边是天灾方 四人开悟 赏金走前面 这边是一个马上七级的赏金 杀王六级 出了个秘法鞋 没有选择出跳刀 没有选择出跳刀 水灵回家补 第一波 最强一波 绿杖加毕章 大魔王 发条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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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鞋 差 fisher 搞不清楚 upper 双인 4 3 8 6 8 8 3 4 8 9 8 9 9 9 100 5 9 9 15 0 我十一分钟夹腿加上一个支配 非常的飞 没有选择出现阴界 先喝口水 小小一千五 跳岛也是不远了 哎 这边沉默是跑跑到这里来干嘛 应该插眼了 被反了 这个水是不是过期了 怎么感觉味道不太对啊 这个位置小小小小是没有中到冰龙的铁 中到铁的话可能又要死了 中到一个铁然后赏金一个铁 重新一个铁 估计就死了 水灵还在打野刷钱 发条也是不着急 先把自己的等级补起来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太盲目的去干口 一会自己没装备会崩的 这个车很开一点点 现在方式在抱团打野 杀王一千块 这样的话杀王跳到要很远了 方形随一棒 没拿到 有立法人忍着 还剩三百块钱 成令一千块 成令打野打起来很快的 打野打的 依然想要下一个 進场 糊塞王一千块 一千块 看起来 这三千块 他一千块 作为 王一千块 神服 我们的 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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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蓝队这英雄确实要稍微地补一下 这英雄不补的话,跳刀数太慢就废了 你补到一个,行吗? 这个兵一般人补不着 如果蓝队作为一个酱油,这种塔下刀确实不是很好 首先他的攻速太慢了,攻击又不是很高 这边也是哪里来的 一个城市的是看守护山 搭拂的海事 有一队的队力都可以下击 我看守护山的情況下 我看守护山的地方和任何方法 关击的定格 我看守护山的队力是在这个誘導 剧魔应该是单刀了 这一会儿剧魔是可以开欧去打肉山 但是他这个打肉山总觉得不安全 哎!中路少有VT2连 带走了赏金猎人 因为刚才我跟他玩了一盘 他玩了个神灵 打肉山死了四次 前三次好像是被冰魂大死 第四次是被肉山打死 无限晕 切屁他切死了 近卫方是一波四人开悟 小小是隐身服来到下路 看到一个冰龙插针眼了 小小一个V没有V到 这样的话可能要被反杀了 剧魔回到T丢走 这个T很关键 剧魔很脆一个T就快死了 但近卫方这边开悟是没有抓到人 赏金赶过来 神灵是买了什么装备 神灵是买了什么装备 买了一个散滑 马上就有这个天堂了 差一个闪命护服 下路看一下是有眼吗 下路这边是有眼啊 看到这个小小吃了隐身服 打粉直接撒粉 这边是 啊!呃!圈柄 上圈柱 向强杀 冰龙给上一个E 但是大招直接带走 这边沙王摇大 跳大 沉默给手大 没有刺出来 撒了一把粉 刺没有刺到 风行推走了 躲掉 但是沙王一个穿刺 还是带走了这个发条 小小VT2连 风行能不能秒 没有秒掉 风行还是肉 但是回收一手羊 一个普攻要带走了 这一波是天才方有点亏了 还要再打吗 我觉得头不要太铁 这波再打的话不好打 人家还有一个神灵呢 哎 神灵没有过来 神灵在打肉身 这波恨 哎呦 有被天人带走 巨魔 这个小小 撒粉刺起来 沙王也要死 小小如果魔棒一吃的话 还有一个跳 Trible Kill 没有啊 这个 雷安拿到这个人头 哎 走了 这边还有打肉身 我觉得打肉身的时候 虽然有的时候可以秀啊 可以秀避章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 头还是不要那么铁 因为 哎 又杀了一个二连 又在这个地方 有个真眼啊 VT2连带走赏金 因为打肉身的时候 头太铁 很容易就被肉身连晕 然后打死的 即便你切避章 切太快 但是 你背不住 他连晕 对不对 他连晕 你就没办法了 TK4 那个打肉身 有点惊险 疯狂切避章 打肉身 但有的时候你倒霉了 就直接被打死了 这种稳拿的肉身 没有必要那样打 又露人头了 在哪里敲的 啊 全部跑到了这个位置 老天了 老天了 聊天去了 哎 这边小小 看一下小小 VT2连 能不能秒掉 没有秒掉 CG勾过来圈住两个人 我靠 这一波 但是没有真眼啊 没有真眼 应该杀不死了 应该杀不死了 想丢 想丢 丢不死 还是走吧 但是杀王估计不会碰过他们吧 小小吃了一个回复神佛 奥斯丁这个小小确实灵性啊 即便前期雪崩 但是他这个装备刷得非常快 又是一个VT2连 能秒掉吗 封信一个推 TP 我去 哎呀 我去 我觉得有点可惜啊 因为这种死的时候 心里面在想 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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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下 我卡 A出来了 还是死掉了 小小这样的话 是马上就 引刀了 他不会已经引刀了吧 马上引刀 神灵师拿出自己的天堂 人头比是12比9 这一方也是有一些领先了 现在神灵师带盾 12级哈斯卡 剧魔这一会儿的话 就显得比较黑了 虽然他这个英雄啊 打架 就是有了装备很厉害啊 但是面对这种小小 二连很无脑啊 就是不跟你讲道理 只要你这个血量不足 我先给你二连 你要是不死的话 你再杀我 你死了就没办法了 所以说小小他 打架必须有BKB 剧魔没有BKB 你死了就没办法了 又是露个人头 上面是露掉一个那个 这个莱恩为什么带线会带到这里啊 我不服 中塔是被直接拔掉 莱恩一个人在这里 在下塔下占线被人家给抓了 很淡定 我来你家打点钱 你们先别抓我 我小小直接跳到了高地下面去找人 这边还在打 还在打 小小还下三百五块钱就有引刀了 怕他一个导弹是看到人了 神灵这一波很强 上网就跳了回去 不敢冲 神灵这一波真的很强 带盾 然后有天堂 还有这个绿杖 这小小这个英雄露人头 我真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神灵在高地拆塔 我肯定要把镜头给他 对不对 然后然而 小小VTR连 然后带走了赏金 好 杀王一个跳四 沉默大招 是风行是推过来的 风行推过来 这样的话 风行有危险 二连直接秒掉 这边是给杀王一个一 大招直接直死 这边风行选择直接买活 一个束缚机是没有定到 现在是三 三打五 巨魔是回来了 啊 风行不是那个 那个 CG死了 直接秒掉了这个巨魔 偷懒 巨魔战将直接买活 给一个替 找束缚机的角度 先给一个极龙火力 一个束缚机 但没有定到 刚才赏金是替小兵 然后利用标记 可以弹到他身上 就随便踢了一手 又踢兵 又踢人 这是一个小技巧 沙王选择买活 强行打吗 这波神灵还是有盾的 神灵又躲了一个束缚机 沙王一个跳四 死到两个人 巨魔在后面 直接秒掉了这个蓝 但是沙王肯定也要死 然后沉默也是被秒掉 被第二连带走赏金 沙王直接被秒 看一下这个巨魔 巨魔的话 应该也是死了 巨魔死了 巨魔直接被 送野了 风行推上去 小小这边是没有蓝 跳上去 没蓝也要锤 头很铁 这波巨魔神 要是买活死 我去 这也太过分了吧 小小根本就没有蓝 神灵这边是送盾了 贴必装被小兵打死了 小小开了一个引刀 躲一下强力机 打完这波神灵 马上就有三枪的大斧头了 先买个大斧头压压精 我就说这个 荒年的神灵玩得很好的 而且他这个神灵 是一个典型的敌方神灵 我方神灵 就是往那一站 我操我打被秒了 这是我方神灵 一般都是这样 敌方神灵 就是一丝血 哎呦 这神灵太难杀了 毕竟敌方神灵 这波还是要打 巨魔战将 上一波买猴死 是非常的伤的 很稳健 先拆远程兵营 而且这个神灵的战位 很讲究 先躲这个束缚机 等风行走上来的时候 他肯定要走位 啊 微条人秒掉了一个冰龙 杨卓这样的话 杀王有加速 但还是要死 小小的加速 这样的话 这一路要告破了 中路应该要告破了 小小又上去 啊 舒晨是躲了一个 但是丢了回来 哎呀 一个钉 刺起来 还是要死 巨魔战将冲上去 撸了 风行先死 风行直接被秒 God like 这边圈住 巨魔被丢起来 Holy shit 我去 赏金也死 那这样的话 应该要记了 这一盘小小很励志啊 从雪崩开局 0-2 打成了10-2 然后神灵 就是一直在稳 一直很稳 然后沉默 我感觉他本来很惨的 中路 控制幻象 然后拿到了一个人头 后来来点智力 起飞了 炮神 这边发条 前期也是发挥的 比较到位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要 踢地了 谁拆掉了 天天方已经没有什么 输出给打死 全脸了 炮神说 这个B我要装 小小这个B装的 我给10分 进去装B 你跑人家全是装B 还不死 好 一个V天连 带走这个冰龙 但是自己也是被 全神给搂死 老天的话也是机械了 老天的话也是机械了 老天的话也是机械了